果州群島位於西貢的東面 那裡由六角柱石所形成的岩石牆 令人嘆為觀止 今集用心看世界 我們會深入果州群島 將這裡最壯觀 最有生命力的一面帶給你們看 而且還會登上香港三尖之一的釣魚翁 極目遠望山脈連綿的景象 近年越來越多人認識的果州群島 位於清水灣半島的東面 未到達果州群島 在牛美海的海面 我們會先看到屬於北果州的 其中一個地標,定海神針 果州群島分為東果州 南果州和北果州 現在我們就在北果州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裡後面有一塊石 凌凌的石突出 一般人都叫這塊石定海神針 其實挺特別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以前這裡應該是一排的石頭 就好像在後面一樣 但因為這塊石頭應該是特別堅硬 所以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風浪侵蝕 還有風浪侵蝕 但它依然在海裡 可以看到它本身是挺有趣的 經過定海神針 我們在北果州的西北面登岸 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這裡的話 我想我會用原始尾這三個字 由於這裡的地質環境 長久以來這裡都是沒有人住過的 每一塊岩石靜靜地在這個時間長河之中 經過風浪侵蝕 形成了獨特的露天神殿 現在我們身處的就是北果州的西北面 我們站在一個位置就是一個海食平台 這裡很多旅行人士就會叫做露天神殿 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平台呢 因為這裡就是屬於流氓質型灰岩 它是火山岩的一種 火山岩的哲理一般來說都是垂直 但也有橫的水平哲理 我們在身後都會看到很多打橫的哲理 而這些水平哲理也是形成海食平台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海浪就將這些打橫的哲理上面的岩石帶走去 經過風發侵蝕之後 慢慢就形成了這個海食平台 現在在一個橫切面上面 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一些六角形的哲理 由於一些物質冷卻收縮的時候 如果壓力平均就會呈現六角形的狀態 就像現在這樣 神殿是莊嚴和神星 果州群島的露天神殿 雖然只是一個由旅行人士改的名字 並無供奉什麼神 但同樣給我一份莊嚴的感覺 或者這種感覺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這份力量可能你不會實際地感覺到它 但是我們就可以在果州群島的另一個岩石景觀 用眼觀察得到了 果州群島這裡的風浪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一些海食現象也是比較明顯的 好像我們身後面就看到有一個 比較大型的一個海食洞 為什麼會在這個位置出現這個海食洞呢 就可以看看周圍的岩石 你看到周圍的岩石和洞頂上面的岩石 都有些少許不同的分別在這裡 可能就是洞頂那裡的岩石 很久以前經過一些地殼活動 令到它的岩石比較細碎一點 形成了一些藥線 然後這些風浪就沿著藥線進行侵蝕風化 慢慢就形成了這個海食洞 除了海食洞之外 來到果州群島 當然不少得就欣賞北果州的精華 六角柱石 於是我們就向北果州的北面 銀瓶頸進發 在北果州西州的山頂 這裡的山勢突然傾斜成一個 狹窄的斷頸 所以也稱為銀瓶頸 在海面的角度看上去 這裡是兩角的島嶼 但是當水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實際上 原來它是連在一起的 至於為什麼會形成這個情況呢 就是和海食現象有關的 剛才我們從海面那邊看進來這個銀瓶頸 現在從另一個角度看回海食的現象 這個海食現象出現 主要就是因為這裡有六角柱石 由於它有垂直的哲理 所以剝落之後 就形成一個這麼陡峭的懸崖 其實在西貢海一帶 也有很多這些六角柱石 當它剝落的時候 不單是一條條 它們可能還會是整排過這樣倒 所以倒了之後 就有些這麼陡峭的景觀出現了 在銀瓶頸 這一幅由五六十米高的六角柱形 柱藏岩群 所組成的石城岩牆 絕對會令你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而在銀瓶頸 山頂的另一面 可以看到一大幅 四十五度角斜面狀的銀瓶 這裡就是很有名的月球崖 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 就是北果洲的精華所在 大家都看到 這裡是一些很明顯的六角柱石 在山頂面大家看到很有趣的 有一個六角柱石 它躺在這裡 很明顯的 在這裡大家會叫它做大炮石 為什麼它會躺在這裡 其實它也是很像我們其他的六角柱石 看到它是垂直的 但由於它收取了支撐 經過一些風化 跌了下來 又跌不完 就變了躺在這裡 好像一枝大炮 所以叫做大炮石 另外在那邊也有一個很出名的 北果洲這裡的景點 就叫做月球崖 因為那裡有一條弱線的斷層位 然後又經過風化侵蝕 整幅倒下來 形成了一個很平滑的平台 而那裡就叫做月球崖 海食作用就好像大自然的藝術師 而時間就給予這位藝術師 充足發揮的空間 時針在岩石表面無聲滑坡 造成各種形狀 不過所謂的時間 對於等待的人來說 就好像一條永遠無盡頭 也沒有辦法去量度的直線一樣 他們看著沙漏流動 等待成功 等待離開黑暗 等待一個人 其實在和成功相遇之前 我們可以將等待 視作為一個預備的過程 努力地裝備自己 享受時間流勢中 事情的變化所帶來的驚喜 你會體會到等待 並不是通腐 因為當時間來到 而你還未準備好的時候 就會錯過 所有東西都會成為過去 再改變不到 在時間線不斷向前的時候 細心欣賞身邊的事 生活其實滿大色彩 就好像這塊上面有 玫瑰花紋的岩石 已經足夠讓你靜下來好好欣賞 風化有幾種情形 其中一種就是物理風化 在北果洲群島這裡 我們看到這種物理風化的現狀 就是葉狀剝落 右邊的石頭 可以看到它的情形 就像洋蔥一樣 逐片逐葉般剝落 是的 之所以會形成這個葉狀剝落 就是因為這個冷縮熱漲的炎漲 大家都看到果洲這裡 就沒有大樹 沒有遮掩 令到那些石頭在日頭 就曬到很熱 到了晚上 氣溫就會驟降 這個冷縮熱漲 就令到它一塊一塊剝落 好像洋蔥一樣 另外我們也看到 在石頭旁邊這些 有些紅色的 其實這些就是石頭裡面的鐵質 欣賞過北果洲的精華部分 我們要趁水位合適的時候 起程前往南果洲 果洲群島有稱九針群島 大致上分成三個主島 東果洲、南果洲和北果洲 如果六角柱石是北果洲的精華 那不同大大小小的洞穴 就是南果洲引人入勝的地方 虎口大洞 位於南果洲中部地頸的位置 由海路入果洲灣 已經可以看到巨大的洞口 就好像一道大拱門一樣 這個就是虎口大洞 看到它的話 就等於知道已經來到南果洲的地標 香港早前成立了國家地質公園 果洲群島是其中之一 因為這個原因 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果洲群島 不過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香港大部分的岩石 包括這裡 都是屬於酸性的 在地球的表面 大部分的岩石 都是屬於基性的 而香港大部分的岩石 屬於酸性 所以比較罕有的 所以 我繼我們成為這個國家地質公園之後 希望將來都可以成為世界的地質公園 不過這樣 成立了這個國家地質公園 好處當然是 越來越多人認識香港這麼漂亮的環境 但另外這件事 令大家想到 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會提倡保育這個問題 越多人提出 就證明了 其實我們香港人對於保育的意識 是比較低的 所以才會這麼多人去倡議這件事 其實 甚至簡單到我現在看到的石頭 有些人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或者沒有什麼用處 但其實在大賤的環境裡面 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作用 或者有它存在的價值 或者意義 譬如石頭 這些岩石 慢慢可能會變成沙 變成灰 然後再慢慢變成泥土 就好像看到我們後面 有多少綠色的植物在這裡 其實在這裏 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大片綠色的植物的地方 變成一個綠洲都不出奇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 就算這麼簡單的石頭 其實都有它的重要性 石頭雖然不像一部書般 滿載著文字 但它的文理當中 就告訴我們 在一億四千萬年前 香港地區的地質環境 如何經歷歷史中 最動盪不安的一個時代 當時火山爆發非常激烈 火山灰噴出形成火山癌 而火山癌的種類並不只一種 石頭不僅說了地球的故事給我們知道 它雖然沒有實質的生命 但它就能讓其他生命在這裡開始 石頭本身是沒有生命的 但在石頭附近周圍 有很多有生命的動物依附著 就好像這裡底下我們看到一隻隻 小小的圓圓的海葵 它在水裡的形態 就是伸開了竹蘇 屬於放射性的形態 它就會吸食水裡的微生物作為食物 但如果我們潛水的時候 看到比較大的海葵 不要隨便碰 因為它的竹蘇隨時有毒 可以刺死毒物之後 再用來吃它 但是這個海洋的環境 生命的構造很有趣 不一定樣樣 它都會殺死獵食 它就像小丑魚一樣 它甚至乎會讓它住在附近 或者讓它經過自己周圍 因為小丑魚 可以幫它清理它居住的環境 在石頭附近 除了海葵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樣 在生活上經常會用到的物品 海綿對於一般都市人來說 只不過覺得它是一種用品 但是有沒有想過 其實它本身是動物 就像我身後面 這些藍色一排的海綿 它是屬於多孔動物 原來海綿 都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像黃色、橙色、綠色 跟我們看到的藍色 藍色就算是比較罕見 而且它們屬於群體的動物 所以你看到它都是一排 就是這樣依附在石頭上生長 那它平時用什麼為生呢 就是當海水浸著或飄過的時候 它就會吸收裡面的微生物 作為食糧 不過大自然的環境 都是一環扣一環 它吸收到其他微生物之外 其實它也成為其他海洋裡面 生物的食物 就像魚也會吃它為生 在一上完南果洲 充滿生命力的海岸生態之後 稍後回來 我和阿輝會登上 充滿挑戰性的 香港三尖之一的釣魚翁 下一節 用心看世界 釣魚翁 位於清水灣郊野公園 它的高度雖然只有三百四十幾米 但是由於非常糾纏 所以亦都被稱為香港三尖之一 要登上釣魚翁 我們這次的行程 由大廟岳起步 完釣魚翁加藥徑 再上釣魚翁 行程的初段比較輕鬆 也可以慢慢欣賞這裡的環境 好 小時候如果我們畫一些圖畫 畫了蝴蝶之後 我們在旁邊通常都會畫到花 因為一般的感覺 都以為蝴蝶只吃花蜜 但其實不是 好像我身後面 一隻蝴蝶 叫串珠環蝶 它吃的不是花蜜 而是一些富蘭山的執液 其實蝴蝶也有不同的生境 例如海邊、山頂 而這隻串珠環蝶 它就會生活在一些軟硬的地方 其實當蝴蝶 其實怎樣可以說 生活在一些什麼生境 當它可以具備了食物 和可以產到這個橋邊的時候 它就會生活在那裡 而這裏非常適合生長 所以數量也很多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走進樹林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一種蝴蝶 在生物的世界 很多時候 癡性的生物的體型 都比蝴蝶大 就像我前面這隻大牧林蜘蛛 它在中間這裡 黑色這一隻就是 它在香港屬於最大體型的蜘蛛 而大起來 甚至乎有一個大湯館那麼大的 除此之外 我們在這裏 都會看到一隻蝴蝶的蜘蛛 和牠保持著距離 原因就是 保住牠的生命 因為其實 癡性的蜘蛛 很多時候都會和牠交曝完之後 就會吃了牠 甚至乎餓的時候 都會吃了熊性的蜘蛛 來補充營養 所以一般來說 熊性的蜘蛛 都會和癡性的蜘蛛 保持著一段距離 適者生存 要有肉強食 這是動物的世界 但是在人類文明的世界 我們又如何對待生命 戰爭的出現 是生存的方式 還是對權力的追求 人有時候對生存的定義 為自己加了不少藉口 當下一次 我們再去做一些東西 去傷害對方的時候 我們要想想 是真正為了生存 還是出自一個自私的心 沿著大廟窯 經過大廟灣地堂咀石刻 這塊全香港最早有幾年的黑石 我們就看到大廟灣天候廟 我身後面就是大廟灣 右邊就是佛堂門 佛堂門以往是漁民出海捕魚 重要的水道 很多時候有漁民出沒的地方 都有天候廟 由於他們以往出去捕魚 都會出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都會在這裡 來到天候廟參拜一下 是的 不過其實這間天候古廟 在南宋時期 即1266年已經有了 只不過當時 位置就是在南佛堂門 即是現在是東隆州的北岸 後期才搬到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放鴉世界 的確不一定要貴的東西 才是漂亮和值得欣賞 大自然裡面都有不少美好的東西 走到眼前 掌滿整個山頭的山黏感 看見到這裡 整片山頭都是很漂亮的 很多的花 其實它是香港很常見的一種野果 叫山黏的 為什麼這個山頭會有這麼多的山黏 生長在這裡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都看到 周圍都沒有大樹 竟爭小 所以就有這麼多生長在這裡 這個山黏和我們熟悉的油加利樹 同一科 都是屬於桃金糧科 所以又叫做桃金糧 其實它另外還有一個名字 叫桃君糧 為什麼呢 就是據說當時打仗的時候 有些個逃兵 去到山上沒有東西吃 就靠採集野果來做糧食 攀過一段山路之後 來到較高的位置 我們就看到釣魚翁 我身後的就是清水灣 我們看地圖 看看清水灣半島 很明顯它就是屬於一種狹長形的地形 正正這個狹長形的地形 我們就很容易看得出 它是一個沉沒海岸的例子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香港的山都是比較斜的 原因就是大概在這個冰河時期的時候 那些海水已經升高了100米 將這個山腳比較平的位置浸了 所以現在顯露出來 都是山腰比較斜的位置 其實香港有三尖很出名 其中一尖就是身後見到的釣魚翁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以前的漁夫 戴的漁夫帽 是用竹做的 好像一個三角形尖 看上去就像現在山的山峰一樣 我一向都認為西貢一帶的景色非常吸引 香港後花園這個美語 它的確當之無愧 在上釣魚翁的路上 我們還可以看到山脈連連的景象 剛才剛剛下過雨 不過現在就出太陽 其實這樣的天氣行山真的挺辛苦 不過幸好今天遇到大退日子 我們就可以遠遠看到清水灣的一二灘很清澈 可以看到底 是的 多數人來到清水灣 當然是看著海 看著沙灘 就會忽略了身後面的 香港三尖之一的釣魚翁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山只有一個山峰 其實釣魚翁 你現在看到最尖的就是它的主峰 其他那些都是一些山蜂 一些山蜜 我們沿著這條路 應該很快可以上到釣魚翁的頂峰 香港後花園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份 不過同時間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份對這個後花園進行破壞 沿路除了可以欣賞到很漂亮的風景之外 也感受到我們對大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污染 好 Amy 我們上過藍蛇尖 雖然這次我們走這段路 沒有上次藍蛇尖 比較難走一點 相對地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景色也不錯 就好像我們後面這樣 看到遠一點就是葡台島 近一點就是裸州 看來景色也一樣這麼漂亮 不過少許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沿路走上來的時候 傳來陣陣的異味 嗯 其實呢 真的挺大煞風景的 你想想我們現在走的地方 環境這麼漂亮 但是你聞到的是一些垃圾的味 你可以想得到 其實我們人類對大自然做了很多傷害 可能只是覺得 哇 開冷氣 那我一個不開 都不是 我一個開都不是影響很大 那他不做 其實每一個人不做 加上加上 那個影響就很大 還有有些事情真的要自己感受一下 譬如大自然 講的沒用的 出來可以感受到 同樣地 一個這樣的垃圾堆填區 我們站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不單是感受到 聞到看到 而且剛才站在那裡我看下去 我第一次站在這麼高的地方 看到一個 張恩澳的垃圾堆填區 我真的在想 我們為什麼 每一天都仍然要製造這麼多垃圾的呢 或者甚至乎 剛才一看的地圖都嚇倒了 就是本身是 彎彎彎彎彎 是水的地方 已經變成直不甩 那種感覺是很 很冰冷 好像將這個大自然 慢慢一級一級 切割 切割 然後慢慢就沒了下去 還有你想想 其實已經 大家如果有留意 那些堆填區已經開始 真的不是很夠用 我們其實 做多一點點 很多時候 我看到譬如 周圍家附近的垃圾 收集商那些 分類那些 大家是亂丟 大家沒有 真的把它分類 甚至是 明明是丟膠瓶 就看到走過 丟一張刺子下去 其實真的做多一點點 我們已經可能可以 幫這個地球 可以延續多一些生命 人類對大自然環境 所造成的污染 已經亮起紅燈 在我們平日的生活 我們絕對可以感受得到 夏天的天氣 一年比一年炎熱 同樣的三十度高溫 現在比起以前更加滿熱 冬天的時候 南天幾乎是絕跡在香港的天空 這些其實已經是大自然 對我們所作出的警告 所以趁我們仍然有農力的時候 不妨對環境保護更多 為我們的下一代 提供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 保護環境需要立即行動 而我們也是時候起行 向釣魚翁的山頂進發 雖然有香港三尖之稱 不過上釣魚翁的路 除了尾段 比較多碎石和斗斜之外 難度不算太高 用了不是太長的時間 我和阿輝 就已經站在三百四十多米高的 釣魚翁之上 我們終於上到釣魚翁這裡了 釣魚翁的位置 這個頂童的位置 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因為它正正在青水灣半島上面 在我左邊看到這個 牛尾海、交西洲 另一邊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 香港島 看到中環 甚至乎剛才走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獅子山 嗯 其實釣魚翁這一系列的山脈 的形成都很特別 其實很久之前 香港經歷過四次很強烈的火山爆發 當時在釣魚翁這裡的位置 就出現了一些斷裂的位置 那些熔岩就湧上來 就成為了這一系列的山脈的一些基層 再加上其他遠處飄離的火山灰 就形成了這一系列的山脈 嗯 再加上兩邊風化侵蝕之後 嘩 所以這個釣魚翁走上來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有點危險 因為它只有一條山脈 很窄窄讓我們走 嗯 嘩 上到來這裡 真的看到這樣的景色 真是心抗神儀 是啊 不過其實上到來頂頂這個位置 有感覺 嗯 真是很… 即是每一次上來的感覺都很特別 尤其今次我們有一位新成員加入 這樣 那麼我們 即中午的時候 大家都看著那個釣魚翁的尖頂 哇 是不是真的到了啊 那位新成員就有這個疑問 其實順應那個自然 剛才最初的時候 就像你所說的大魚啦 嗯 霧啦 即我都看到尖了 上來會不會蒙茶茶 那樣看不到呢 想不到即是一路走的時候 突然間又出曼太陽 又看到這麼清的環境 嗯 還有呢 我們呢 一路走上來呢 都一路見到很多的鷹 我剛才也有說過 對了 很自由自在 但是我們看過這邊 即是我們香港人 經常都覺得 有個窩居 有間屋住 一輩子都是為了一層樓打工 你看真是 你看到多少層樓 就好像看到有多少個家庭 有多少個香港人是 不斷拼搏啊 被很多東西拘束著這樣 但是 好像是鷹那樣 嘩 只要他不計算一齊 放鬆這樣去 自由自在的話 一樣是很舒服 即是不一定要 用很多東西去 去束綁著自己 或者一定有太多的目標 身處窩居 由細小的窗口 望見麻鷹展翅 自由飛翔 不知道你會不會 善慕他的天空 比你所身處的居所大呢 其實 只要不執著於實際的空間 明白 快樂 就是我們對自己的能力 的了解 再加上知足的心 你的天空 應該會和澳場天制的大英 一樣廣闊 你們的靈體 都會不會有心理 有心理 跟天空 神的靈體 會不會有心理 都會不會有心理 尤其是 所以我會不會有心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